- 狼人鯊 - 狼人鯊 歡迎收看 BRO! 狼人鯊 我們從1號開始自我介紹一下 GINOGEO GRO 哈囉大家好我是Nini 江凌凌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大文 哈囉大家好我是吳士虹 你当我想起你的时候 算不算折磨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魏妙如 我搬到你的城市里 没有了距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胖的玉群 死了心我多么痛 连呼吸都太沉重 嗨我是凯凯 大家好 好 过 嗨大家好 我是客家人 梓煥 过 你们 哈喽大家好 我是Echo 我们今天玩的是 三神 三明 三狼 那都是小狼 好 准备好了吗 好 看牌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确认彼此身份 狼人请杀人 狼人请闭眼 女姑请睁眼 他被杀死了 你要救他吗 你要使用毒药吗 老一无 女姑请立 bien 禹人家 请睁眼 女姑请立眼 天亮請睜眼 昨晚是平安夜 一號開始發言 一號玩家發言 但一號玩家身上沒有發言 一號玩家 不知道該如何發言 那我是一張好人牌 希望後面的玩家 尊重自己發言的機會 平安夜女巫用藥 女巫不要急著亂跳 講話要有押韻 才能夠饒舌 2號發言 剛剛一號就是 偏滑水前面講了 鋪了一個梗然後後面又說 自己是他就加了一句自己是好人 然後女巫不要跳其實 也沒有講了什麼就說女巫用了藥 是大家都知道啊 我覺得女巫跟預言家 這個白天可以選一個跳就好 如果預言家有查到狼在跳 然後如果女巫已經跳 預言家就不要跳 不要太快讓大家 就是都出來 我是一個好人 我同意二號講的就是 如果預言家 看到狼人 就可以說出來 要不然就不要先跳 我是好人 好難喔 好就這樣 OK GO 這一局其實 資訊不多 不太多 前面的 都是講一些比較基礎的 那我就講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好了 剛剛在 我在想我要講什麼 我覺得前面三個說的很對 但是依照我座位來劃分的話 一二三基本上是會有一籃 然後我們這邊 後面我還沒聽到發言 但我是鐵好 所以你們要怎麼信我鐵好 等一下就知道 反正你們不要票我 到最後一定就知道我是最好的 OK 那這邊的話我會比較偏向於 跟二三號連線 因為他們一個爭執一個誠懇 然後前面用勞蛇的方式來稱呼 他沒有勞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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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來看有沒有勞蛇 重播來 我看 結果真的沒有 二號 有一點點啦 二號是有點bis的成分在 所以他們可能有一點點小對比 那先假設他們都是好人的話 那就是後面會有壞人 有很多壞人 過 過 過 五號發言 一號偏 廢話 我這邊真的寫廢話 二號我覺得他偏好 因為他都會在教好人這裡 應該要怎麼做這樣子 三號 我沒有跟你玩過 但我覺得你就是跟風 就是跟二號 但就是偏好 然後四號 其實就是有點 我剛剛聽到有點亂 但我覺得就是可能需要更多的資訊 然後 然後 我是好人 所以希望就是 好人可以多發言 過 好我是六號 然後 其實這一局到現在 到我這邊呢 好人還是沒有什麼資訊 因為其實這樣聽起來 前面也沒有太多有用的資訊 四號你還覺得一號誠懇 對 這樣子這樣誠懇嗎 我覺得奇怪 而且你剛剛四號講那個機率論 我覺得不一定 二號說 女巫 或者是 預言家這局要跳 可是我覺得 其實現在跳出來 我覺得 沒有太大的作用 因為這樣子很容易被狼叨叨 如果預言家沒有跳 我覺得 女巫也長一晚 就是不如第二晚再一起跳 我覺得對好人來說 會比較好一點點 對 然後三號 就比較滑水 就是算是比較新玩家 我還看不太出來 就先放整 然後 五號雖然說剛剛就是 有分析一號到四號 我個人覺得三號跟五號我最看不出來 所以我等一下會 就是下一局我會再好好觀察這兩位 然後我是一個好人 我先曉曉跟六號對話一下 你說三號跟五號你看不太出來 但是在我這邊我覺得三號應該蠻好的 我覺得他是全程閉眼玩家 的原因是因為 他拿到牌之後他很淡定的閉上眼睛 然後等到天亮請睜眼 我看到每一個人都已經把眼睛張開了 我覺得他睡著 我覺得他睡著了 所以在我這邊 我的視角裡面 他應該是一個平民 早上起來 我看到他還在睡 所以我就覺得 他應該是晚上閉眼睛閉很久 他已經正開了你不要這樣 他是真的 沒有他真的就是閉起來 我也是啊 我被這樣子誤會過啊 他是真的閉著 所以在我的視角裡面 我覺得三號應該是好人 應該是一個平民 我再講一下 剛剛一號 一號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幹嘛 因為 我在我個人認為剛剛的商業局裡面 他是會玩的人 他也會講出一些話的人 他也會講出一些話的人 結果他剛剛就講了一些 不好笑的梗 還是其實 其實你就是不好笑的 我不知道 就想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我覺得很難笑 我也笑不太出來 然後你也沒有講什麼資訊 就覺得你好奇怪 所以我等一下想要著重發言 看看你的那個梗有沒有禁錮之類的 然後四號 你竟然說一號很誠懇 不懂 然後你依舊就是 照實力發揮 邏輯也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所以我真的好排不出來 你是什麼人 但是我本人知道我是一個好人 然後我在這邊想要小保一下三號的身份 不是因為我是有視角的人 而是因為我剛剛有觀察到我的心路歷程 所以我想要 因為也沒有神出來帶對 所以我想聽一下後面的發言 再決定一下 過 從剛剛觀察下來 我發現其實 我不太同意你的說話 其實我覺得一號還滿深刻的 然後我反而有一點點在 一直在想二號跟三號 他們中間的 他們中間的職業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剛剛 有觀察出來 二號在 發言的時候 是還好緊張的 如果你是平民的話 也沒有必要緊張吧 或許是有身份的 我會覺得二號三號要一起講出來 是因為 三號直接秒答說 我同意二號的說法 所以要嘛兩個都是 好人 要嘛 我不曉得 四號的部分也是說 他也支持二跟三 所以意思是說 要嘛你們這三個人裡面 或許有人是預言家 然後有去查到 確定是好的嗎 還會是 你們這三個人或許有 兩個人 是狼人呢 那我覺得六號的話 我支持他的論點 因為我覺得他講得很誠懇 跟一猴一樣都很誠懇 七號我這邊寫 戰力滿點 九號的話 我相信他會是個好人 因為我知道他當壞人的時候 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過 一號 我會踩他耶 因為 雖然是會玩的 那會玩的通常都會 就是要掩飾自己 可能是狼的身份的時候 他就要搞笑 那他搞笑兩次 雖然 七號是說不好笑 那我也認同 他就在掩飾 那他其實沒有到很誠懇說 他是好人的那一塊 就是會 我會覺得他披著狼皮 狼皮的那個可能性高一點 然後 五號查殺 對 他就是狼 所以就很明顯嘛 他剛剛一直在過水 只是 講一到四號在 在做的事情 他們剛講的話 所以就是 五號比較明顯 我是這樣認為 那我其實不是預言家 那我就是假跳一下 那 但是我是這麼認為 可是我會 想要票一或五 以我這樣剛觀察的感覺 真的要票誰 我沒有辦法說 就是誰 那就給大家自由選擇 好 過 請大家進行投票 3 2 1 請投票 五號淘汰 請發表一言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會投我 但我是好人 所以 我覺得你們浪費了一次 可以投對 壞人的機會 天黑請密 狼人請睜眼 狼人請殺人 男人請閉 女姑請睜眼 你要使用毒藥嗎 女姑請閉眼 女姑請閉眼 你要查驗身分的事實 原家屬 天亮請睜眼 昨晚 7號被殺死 1號玩家開始發言 看吧 覺得我的發言不做好 覺得我不好笑的 都下地獄了 剛剛還有誰猜我 9號也猜我 我剛剛聽到 3直接起來跟2 可是大家一起來之後 3被當焦點牌打 但3號的發言在我這邊沒有做好啊 為什麼 他剛剛第三位發言 照一講他可以盤1跟2 可是他忘記我這張1號牌 那我不知道3號是不是很會玩還是不會玩 假設3號不會玩的情況我覺得放得下 但3號後面完全沒有人踩他 5號甚至直接說3號 5號是第一個說3好的人 那4號盤3跟2跟1都是一樣的平等 4號並沒有盤說3跟2跟1誰比較不好 在我這邊是這樣 然後剛剛8 我覺得8現在在我這邊比較做好 因為8號的玩家是唯一一個有全部都去盤 他們的發言 然後有真心在做筆記 我認為是這樣 那7號打在夜裡 原本我以為是3、5、7雙 3狼 但沒想到7打在夜裡 那我覺得7好人的情況 那我的狼坑就不對 如果假設50狼走的話 我們現在走了1狼1好人 剩下2狼 假設如果又不是3的話 那一定就是2啦 在我這邊一定就是2 一定是鐵狼 還是我自己 沒有道理嘛 我不可能就算我是狼 我不可能現在講我是狼 所以一定是2嘛 那我一定會去投2 那預言家沒有跳代表你剛剛驗到精髓 我覺得驗兩晚了 你可以講 兩個精髓也可以講 沒關係 那如果你過世了 如果你是7號的話 那沒辦法 你就只能把你的精髓 帶到你的墳墓裡面一起住 好不好 那剩下的話 繼續聽發言 這次有比較好笑嗎 好2號發言 我想先講為什麼我剛剛會把5票出去 我會票他是因為剛剛9號在說5號查殺的時候 他就是用一個很尷尬的笑容 然後重點是他到後面還點頭 然後可是在9號說好啦我不是預言家 他才又搖頭 所以我覺得他的立場是很不定的 就是好像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好的還壞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把他投出去 然後我有看投他的是我 還有8號9號 所以我會覺得8、9篇好 剛剛1號有踩我 可是我就是一個好人啊 7號就是好人走的嘛 所以我這邊狼坑我其實會落在1號跟6號耶 然後我不踩3號是因為他剛上一局 其實也是直接起來 就直接贊同他前面一個人的說法 所以我覺得他的玩法就是這樣 所以好 GO 好3號發言 我剛剛是投5號 因為按照我的邏輯 有的時候我覺得最恐怖的是最有罪 所以就是然後我後來是被9號說服 就是也許5號沒有那麼單純 我覺得7號我覺得你也是有勝算 那如果你是預言家 那我們就危險了 然後因為你剛剛說 你覺得我是好人 然後我同意 所以我覺得我就是好人 就是要說服大家 我剛剛是聽到2號的解釋 覺得很有邏輯 所以我才認同 1號我沒有懷疑你 因為我覺得大家一直踩你 我必須要踩你 你已經有這麼多壓力 但現在我就不知道要懷疑誰 其他就是要等別人講 過 3號他其實 這一局講的比較多 但好像也沒什麼重點 我聽不太明白 2號剛剛 我在解什麼 2號 我看不懂我寫的 我看不懂我寫的 那就是 有點亂掉了 對 但是他們說我有身份 我這邊稍作保留 做一下服務 就是 也許有身份 也許沒身份 但是我就上一局後面的發言來講 我覺得 8號感覺比較奇怪一點 我打的問號是 8號他剛剛直接就保了 9號 但是他又直接 他剛剛好像有一個論點 是講說 對好人比較不利的 就是把好人的優勢都講出來 要狼人去做 然後就 我忘記他講什麼 但是有一個不好的印象 不要再看了 你也看不懂 然後7號又已經死了 所以也沒什麼好說的 剩下就是9號 蠻會帶風向的 所以 他在上一局的規票會一下說 自己 我相信他剛剛說 他查殺 這個是 一個嚇唬人的感覺 然後也可能他是真的預言家 但我其實覺得 第二晚的預言家可以直接跳 如果後面還沒有預言家跳的話 就會 比較會讓一些好人不知道 然後就跟著亂跳 而且很多人是跟風向的 你不知道誰是壞人 說你不需要去亂踩別人 所以我這邊先把我自己是好的 其他我不太清楚 就先這樣過 其實到我這邊 後面只剩下兩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女巫跟預言家都沒跳 我會覺得2號 2號他剛剛最後採了1號跟我 但是他沒有說為什麼踩我 下一晚你還在的話 我還希望你就是聽聽看 為什麼就是踩我 但是因為你剛剛沒有說理由 你說你把我那邊是好人嘛 然後你也覺得3號 你又懷疑3號 可是你為什麼沒有去懷疑4號 所以我就在想說 你看你剛剛也說要跟2、3號連線 所以我就覺得2號跟4號中間 是不是有一點什麼東西 因為你剛剛完全沒有講到4號 所以我在想說 是刻意回避4號的身份 就是我有點在懷疑這個東西 1號的話 就是我覺得他也會有一點像是 就是狀風邁上 然後剛剛他有講一點東西 我覺得有一點邏輯 所以我先放著 但我現在目前暫時比較懷疑2、4 對 然後其實Echo9號 我也是覺得他有時候蠻難猜的 然後他剛剛跳預言家 因為有時候他當狼 也會講跳預言家 然後但他後來退水了 那我不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所以說我也會觀察一下 8號目前在我心目中 上去的發言是比較偏好一點 我現在就觀察2次 然後稍微聽一下9號怎麼說 過 我跟大家說我是預言家 我剛查1號跟9號都是好人 所以我也極度認同6號 說的2號跟4號這件事情 在懷疑2號是因為他 就像剛剛6號說的他踩低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輪 或許可以先試試看 因為確定的是1號跟9號都是好人 嗯 過 邏輯強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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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別的節目 好啦 那E這樣子的邏輯的話 他是預言家 因為我假跳嘛 那1號我本來一直在懷疑 那1號我本來一直在懷疑 但現在就撇除掉 因為我們在等越人家出來 那可是他一直沒有查到狼 所以他不敢出來 那我等於也先暫時幫你擋一下 那7號等於是好人走啊 而且我覺得是有身分的 我們現在應該已經知道狼是誰了 因為我有 用問號的 因為4號本來是我覺得是有身分的 可是他剛剛一直沒有講出一個所以然 自己寫的文字又看不懂 就是他就變得不做好了 所以就是2 4 5 應該已經蠻確定的 所以就看我們要票誰 2 4給大家選啦 好不好 過 請大家進行投票 3 2 1 請投票 4號淘汰 請發表一言 4號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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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還能說什麼 但是我不知道我還能說什麼 我不是你們想的那樣 但是我跟你這樣子 看上去的話 你說的也蠻有道理的 也許我才是壞人吧 我可能沒有那一種命 可是沒道理啊 我是好人啊 所以 所以這樣就不對啦 如果194 那就是236啊 對啊 就剩下的 然後我是好人 過 天黑請閉眼 狼人請睜眼 狼人請殺人 女姑請閉眼 女姑請睜眼 你要使用毒藥嗎 女姑請閉眼 女姑請閉眼 願家請睜眼 女姑請請閉眼 女姑請指大封 女姑請請閉眼 在中間前後 女姑請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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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一點的話兩郎 不可能有三郎 我覺得票二吧 一定二三開一郎啊 因為三號發言做好 三號雖然說跟二號但是 他剛剛極力想要表態 然後我覺得三號如果假設是最後那批郎的話我覺得 二號真的很會啊 因為二號剛剛從頭到尾 他雖然說有做筆記 因為我一直在偷看他的筆記是不是空白 但他有在做筆記 但是他做的筆記說真的我看不太懂 所以我不確定他的 而且他好像沒有按照他的筆記再發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局一定是票二三的輪次在我這邊 因為六號發言非常的好啊 六號發言在我這邊一定非常做好 那八號預言家 我覺得可以量身分打 我是一張平民 剩一郎的話量身分打很快 平民然後 三九應該開一桿槍 假設四五是雙郎走的話 那剩下一隻郎就是在二 我視角是這樣子 我真的要投二 我不得不投你 好不好 你長得再好看我還是要投你 就是這樣子 過 我不懂為什麼大家要踩我 我想先回音六號為什麼我剛剛是踩一號跟你 因為在預言家跳出來之前 我覺得一號的發言 沒有到非常的做好 那為什麼我哭給死 因為其實他的發言都沒有什麼重點 然後就是孫生就帶過去 我就覺得 我就有點忘記他 我才認 然後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你跟 你跟一號可能做踩的對象 那現在 八號做食預言家 然後保了 九號跟一號精髓 所以 在我視角裡面 就是三號跟六號開一個狼啊 所以 可是我其實看不太出來 三號 到底是不是好人 好我不知道 就你們兩個其中一個 然後 不要投我 真的不要投我 好過 好三號發言 哇很緊張 因為八號已經說 九號跟一號是好人的時候 我聽到八號講這句話的時候 第三個好人就是我 就剩下來就是 女如我們 還沒有那麼心急 女如是誰 所以女如 只能可以是 就是如果不是六號就是二號 那我 有一點懷疑二號 因為 你有 踩別人 但現在我也有點模糊 所以就是變成 我只能說服大家 我是第三個好人 所以 剩下來六號跟二號 其中一個是狼人 我是用心直的邏輯 那 剛剛一直懷疑 可是其實有說服我一點點 所以有點搞亂 呃 就變成 如果這次沒有拆 我很怕我 就是 等一下死了 應該就是我 還是 呃 好 就這樣 我是好人 老人 如果不是六號 就是二號 然後覺得是二號 過 好 六號發言 我也覺得就是二號是鐵 因為其實 你怎麼可能就是投五號 但其實三個狼是有可能要 玩那個浪藥狼 這個樣子的戲 所以這一個就是變成在我心目中 有成立 然後你剛剛就說 就是一號發言就是很 很模糊很不好 為什麼會去幫他 可是 在你發言的時候 然後我還沒有就是說 我的一號的看法 所以你為什麼前後的 你的順序很高端 所以我覺得你就是 就是一隻鐵 然後想要 搭輪下去 所以基本上 我這一群 鐵定票二 然後如果 三號你真的這麼單純嗎 如果票二 如果票二還沒有結束的話 下一個輪數我就直接票三 對 沒有其他的 就是這樣 過 所以只有 二六沒選 三號我認識他那麼久 他 沒辦法 但是他如果 最後是狼 他 心理家就給他贏了 拜託 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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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 二六 六號也沒有到那麼 好人的感覺 但我還是會票二啦 請大家進行投票 三 二 一 請投票 二號淘汰 請發表煙 看吧遊戲沒有結束 我就 我就說了我是好人 然後 好啦 你們 我是覺得是三號啦 我覺得他蠻會演的 好 過 天黑請閉 是個倒嬌 是個倒嬌 狼人 請尖眼 狼人 請殺人 狼人 請閉 女部請尖眼 你要使用毒藥嗎 女部請尖眼 女部請閉眼 怨家請尖眼 也要查驗身份的事情 怨家請閉眼 天壤請尖眼 羅腕 九號被殺死 一號玩家開始發言 最後一個選擇 票六吧 只能票六啦 為什麼呢 我重新盤一下全世界最正確的邏輯 我最後一次發言的時候我說二號 我一定會票二號 三號跟不跟風我不管 但六號也講不出一個邏輯他去跟了 二 在他視角裡面他應該至少要踩一下 三但是他剛剛也有踩 只是最後大家都票了二號 沒有結束那代表狼一定開在三跟六嘛 因為一九金水啊 一九金水的話 一定開在三跟六 那現在 九也倒了 那就是那就是三號 三號就是 獵人囉 然後女巫是七樓 那六就是狼 如果排狼坑的話 然後狼就是 四五六 這麼牛逼啊 四五六三郎 我是平民 我看誰是那一把槍 三號你最好開一桿槍 不然我真的是 量身分打我 因為我上一局都講我是平民 然後他刀他 九號沒有死 代表九號一定不是槍 所以你就一定是那一把槍 我上一把槍 就這樣 我上一把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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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認識你 我沒有懷疑你 6號你是狼人 從頭到尾又是狼人 我就是被你騙了 所以 真的 二號不好意思 6號你死定了 然後希望你可以 還活一天 好 過 我是獵人啦 你白癡喔 你看 我為什麼剛剛沒有跳出來 是因為我很怕場上只剩下我一個人 然後會把我倒掉 然後我們就輸了 你看他 我剛剛還想說 你為什麼會提醒他要跳獵人 那所以現在證明他就是很會演的啦 我是獵人 真的 你看他沒有跳啊 真的 就是出山了 你是平民 然後他又不跳身分 那做票大家有跳誰啊 就是3號 你真的如果不投身 你真的你就是 最差MD的 就是投三 沒有其他的 3號 出三 跟我一起出三 真的 過 請大家進行投票 3 2 1 請投票 6號淘汰 遊戲解決 我才是那把獵人 好 那我們應該只有MVP在心中了 這個好有 很刺激 來3 2 1 1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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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了 謝謝大家收看 好人殺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2 2 2 3